今天是端午節 各區的龍舟徑道 都因為疫情要取消或延期 赤柱就縮小了活動規模 改為舉行龍舟訓練和祭神儀式 鄧一文說 未出發先興奮 根國也不讓鬚眉 最重要先幫龍點睛以祭神明 祈求趕走瘟疫 赤柱今年沒有龍舟比賽 取而代之的是這二百人組成的 十二支龍舟隊 輪流在海上繞圈 每圈巡遊五百米 一、二、三 有參加者說赤柱龍舟比賽 舉辦了幾十年來都是鬥快 不過今年只是以巡遊形式 都是這麼有氣氛 今年過分 不是真的比賽 大家都是切磋 我想大家都想嘗試比賽的氣氛 再多些人可以逼自己進步 我們希望保持我們的體能 我們兩人爬到七十歲 對 你七十歲 我八十 我八十 會否覺得氣氛差一點 不要緊 完全沒有 我們全程投入 也有人以前爬開龍舟 今年沒有下水 於是帶女兒來感受一下 以前真的很多人 車也拍滿沙 氣氛一定會變差了 但聽到鼓聲都挺開心的 早上有三十一度 熱烈烈烈 大家都沒有戴口罩 龍舟訓練中心對開的赤柱政灘 企滿人 幾個軍裝警員來到拍照紀錄 大會說已經做了防疫措施 包括要求所有參加者梁體溫 還有填寫健康新報表 史無前例的 例如拜神 可以簡單一點 就不會聚到那麼多人 因為我們的帳篷 分開1.5米的距離 還有我們都會有酒精湯手液 赤柱國際龍舟錦標賽 每年都有200至300隊參加 今年因為疫情會延期 去到10月舉行 大家想看比賽的話 就要等一等 有線電視記者鄧日文報導 一切掌握有線新聞